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一節我們再來同大家更新多少少剛剛那兩個確診的最新消息。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澳門一對夫婦新冠肺炎病毒初步確診, 網傳連勝街近鏡湖有大量警員和三部特警車道場拉起封鎖線, 大批穿著全身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到場了,氣氛非常緊張。 另外亦有消息指清草街附近亦被封鎖。 根據感染影邊協調中心最新消息, 今日下午三點半起離開澳門就要有24小時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才可以。 影邊協調中心同時都說, 根據調查,這兩名澳門居民都是夫婦, 肉有一子一女,住在澳門年姓美蓮大廈。 其中男性居民是51歲衛生局司機, 女性居民是43歲水果檔職員,在以智街上班。 政府當局將這對夫婦兩人一齊住的大廈居民健康碼轉為紅碼, 石牌灣衛生中心和路環衛生站都會暫停營業, 全面進行環境清潔消毒, 而相關水果檔亦都會被強制停業, 全面進行衛生清潔消毒, 跟著同時都會派治安警禁止出入。 如果照上邊政府處理手法, 要核酸24小時才可以出境的話, 我相信幾乎都可以確定到本土個案。 而照今次這件事這樣看, 政府可能都是好有機會做一個大規模少少的檢測, 因為現在都不知道他是幾時確診和哪裏感染的, 而剛剛我都經過二次街那邊見到那裏已經是封了, 現在的情況都暫時未知是什麽事的, 但是現在這麽大動作應該都是幾麻煩的, 和這個24小時核酸才可以出境的話, 那就應該是幾麻煩的, 就在剛剛都有好多勞工或者旅客開始逃出澳門的, 今次這件事對澳門的傷害其實都不細的, 不單止經濟就連民生都一樣是有好大影響的, 大家試想下, 如果是今日即時要大家去做核酸, 要大家排隊是一件幾麻煩的事, 疫情之下如果不是必要都真是不要到處走, 現在如果是你中招的話不單止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事, 是全部人都要同你一齊受, 今集就更新到這裡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就在下面留言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